憋憋 大家好我是紅火球 我今天要來聊聊我的加班 沒有錯還是一樣有關錢的問題 因為我在我的運動影片裡面 就很常抱怨加班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大家應該都不知道我在抱怨什麼 所以我這次要好好的來說明一下我的加班 也當做個紀錄啦 因為我最近領薪水之後 我就把我的錢全部都算得很清楚 所以我大概可以跟你講一下 為什麼我那麼不想加班呢 我們的薪水算法 其實算來算去都是133就是最低薪資 目前現在2017年8月8號時候的最低薪資 就是133塊 我把我們的薪水算法全部算出來之後 算起來大概是最低薪資133塊 一個小時平均拿到的 可是他有發多給我們獎金 所以就是可以再加5塊錢 一個小時可以再加5塊錢 可是只要你有一天請假就沒有這個獎金了 好,那我要講我的加班薪水了 所以我說平日上班 就是平常一班的8個小時 一個小時是133塊台幣 然後假如你有全勤獎金的話 就是138塊台幣 大概算出來 其實算法很簡單 不過我這邊就不講了 然後先說我們的基本時薪是97.5塊台幣 所以我們的加班費 前兩個小時加1.33 乘以出來是一個小時129塊台幣 比平日上班沒有全勤獎金還要少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講加班了 我加班的錢 結果加班錢還拿比較少 那我幹嘛加班 我回家運動啊,睡覺啊 都比這個129塊值得吧 然後別擠 還有後面的1.66 後面兩個小時乘以1.66 我的加班費就是161塊台幣 然後假如我加滿4個小時一天 我平均一個小時加班的時候 可以賺到145塊台幣 就是平均一個小時多7塊錢 所以說 平均一個小時多7塊錢 可是我加班加到9點 就基本上一整天 有13個小時都在公司 所以說我為了 7.4.28 28塊錢 然後我要一整天搭在公司 你不覺得 就CP值來講真的很低嗎 而且一般大家都加錢2個小時而已 7點回家 吃飯洗澡弄一弄乾 還可以休息一下 你加到9點回家就10點了 洗完早就11點了 你就睡了 隔天長又起來了 我沒那麼缺啦 我是覺得 我還有30年可以加班 我幹嘛一定要只做現在加班呢 所以 可以不要再問我加班了嗎 加班的薪水真的很少 少到連時薪都比我低 連做時薪的都不佳了 你怎麼覺得 我們這種 加班薪水領129塊的 還低於最低薪資的人 會想加班呢 好吧 這就是我對我加班的看法 算一算還蠻悲慘的啦 其實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您的收看 歡迎訂閱我 因為我的訂閱數好少喔 都是訂閱我 全部都是我認識的人了 不過觀看次數有在上升了 YA 好吧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不是想纏了嗎 那麼大家 請看